射手是最懒的星座 真的假的 你这跟 不要AOE星座 我懒是归我懒 射手不背锅好吗 我为射手代言 暖风扇好用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 你们说哼哼哼哼就过来了 又臭臭 你们要讲哼哼吗 不是觉得他烦吗 哼哼好胖啊 这两天又胃胖了 你看 你看他肚子 鼓起来了 哼哼就是最近胖的 胖得像个猪 不是呆呆为什么吗 呆呆为什么现在还关在笼子里呢 主要是 他有的时候就放出来了 他还是 虽然他有的时候知道 在尿布上尿尿 拉拔拔 但有的时候他不会 他就想在地毯上 或者是去 其他的瓷砖上这样 被我看到了 我觉得不行 还是要在 我在的时候引导他 慢慢的再把放出来 而且他还喜欢就是把那个尿布啊扯 扯得乱七八糟的 这你要跟哼哼学习 哼哼从来不动那些东西 就是从来不会乱咬其他东西 就算我袋子啊什么乱放在这 他只要不是吃的 绝对不会动 哼哼就是特别好啊 而且哼哼就是挺爱干净的 他不会在尿布上 就是有的时候在尿布上 做着什么的 他知道那个是尿布 他会离得很远 呆呆有的时候 虽然尿布上没有尿的情况下 呆呆喜欢可以 就是呆呆他会趴在那 我说那我不要趴在尿布上 蛮子还是特别爱干净的一只狗 之前去寄养 还有去医院呢 那个护士啊那些 都说他特别爱干净的 就是绝对不会会 坐在尿布上干嘛 没有啊 他没有尿在地毯上面啊 就是每次被我发现了 我就No 马上就把他 一把提到那个尿布上 他就知道了嘛 被我发现 对 哼哼就是从小教育有方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哼哼呢 真的人生都遇到一只自己 也就是自己 这个叫什么特别 中意的狗羹 而且特别合得来 性格啊 各方面都特别棒 真的很难得 是吧 眉毛憨 你看你这么乖 给你吃个小零食吧 吃豆豆 忘了他咬我的手 护士他现在也不护了 我昨天又又在教他引导他 下次我刷到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狗狗护神怎么办 就是反正就是慢慢的 他就不护了 只要我把他先给他 然后呢 嗯 我说No 我就很严厉的说No 他就放下了 我不用去跟他抢 但是我就说No 他就放下 然后走到我的背后 或者走到我的那个怀里 然后他就看着那个食物 他会把那个食物放下 然后我就再给他临时 然后他就知道 这样是对的 重复这样做就好了 他现在真不护了 没打他 我现在真的没有打Hanhan了 我就说No他很严厉的No 他就知道我凶了 下一步就知道我要打他了 所以他还是很聪明的 Hanhan也是一个成熟的大狗了 知道 不用我动手了 对 看起来手感特别好 Hanhan抱起来特别的舒服 因为特别是到冬天 我一定要把他当暖暴暴暴暴暴 就特别的温暖呐 我现在说话居然说到十点半了 天呐 是不是该下播了 主要今天 哎呦我今天在那耽误了很久 本来是可以开播 我一直在那弄那个投屏 一直没弄好 给我弄得气 气急败坏 我都下播了 我先把那个投屏的软件 先下载一下吧 然后 然后下次先测试一下 看是什么原因 能正常操作了 我再给你们直播 那个路阿路索悠 早就没生气了 我生气也就生气那一下下 而且是 就情绪有的时候就这样了 过了就没了 CBlue Sky 我电脑没有读 对我现在是可以测啊 我现在先把那个东西下下来 投屏的那个 对周二进咯 看一下周二是星期几 我周二就是 哈哈 我看一下周二是星期几 我这是个什么脑子呀 对12号 看一下周二是十几号 12号 那我们就下周二见哦 哈哈哈哈 要说一些话 把我自己给整一下了 周二是星期几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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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拜拜 我周二还要去跳舞耶 乖乖 大家做个好梦哦 晚安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